南投市一名住在嘉欣里的香蕉农民 因为灌溉系统工程的问题 导致灌溉水无法顺利排至香蕉田内 在近农民向县议员审述征诚勤勤后 日前省议员也邀请县府及农水署等相关单位 前往实地会刊 期盼协助改善 这个案子呢 其实是在我们南投市的郊区 就在我们嘉欣里这边 因为有民众来到我们办公室来反映说 他们的这个灌溉的系统 还有他们的水管的水根本排不进去 他们的这个香蕉农田里面 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来进行灌溉 那我们接到成型之后呢 就请林静怡立委来邀请这个农水署 一起来到现场做现龕 那在现龕的过程我们也发现 因为这个斜坡地形地貌的影响状况下 有一些水管的这个水路确实 比较没有那么的通顺 那因此农水署也在现场来做允诺 表示他们要回去呢来进行这个规划 让这个排水的水量可以更大 现员审苏珍表示 在会刊的过程当中 发现因为斜坡地形地貌的影响之下 导致水路不通顺 无法顺利排至香蕉田当中 造成灌溉的困难 也感谢农水署当成云诺会多加的规划 使排水更加的顺利 那在现在这个极端气候下 如果说我们的农田没有水源的话 其实很多的农作物耕作的过程都非常不顺 而且我们的产销也会降低 那对农民来说都是很大的负担 那当然如果说是像前阵子南投线发生这种豪大雨暴雨的情形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好的灌溉系统的话 其实也很容易冲回我们的一些灌溉的水路或者是水管 那因此农水署也针对极端气候的这个状况 在接下来做规划的时候会把这些因素进行考量 那也希望我们做好的灌溉系统 可以让农民更加方便而且更加便利的使用 另外在极端气候下若农田没有水源 这对于农作物生产及耕作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 因此先元省述针也期望农水署及县府等相关单位 能够合作针对此来省省的规划 一个良好的灌溉系统 依照福农民 记者邱平俊 南投市采访报道